嗨大家,这是Lisa 这一期的辣妈厨房是始于一场说走就走的饭局 说吃就吃饭局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就吃了一个黑松露酱的小吃 然后突然大家就觉得这味道好不错 我们很想研究一下黑松露鸡 大家要怎么做 它是通油鸡的一个演变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买食材 OK,我们现在到了大华超级市场 餐鸡我挺爱逛的一个华人超市 很多的油盐酱酥 非常适合中餐的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这款4块多的肉比较少 但这个就适合煲汤 还有这个乌鸡 我不得不说北美的食材是真的很好 做葱油鸡和白鸡鸡就是要用这种鸡 全鸡13块7美金 这个肉怎么样了 这个好酸 这个怎么样了 这是鸡 这是鸭 这个可以做烤鸭 这款是最好的 你看只剩下拉斯1了 哎呀,螺丝粉啊 我的最爱啊 然后那个鸡呢 我刚刚问了一下 鸡要用整鸡 要不然的话煮完之后它会脆 你看这个菜就是我家吃的 我们老家叫豆腐菜 红芥菜也有 这个新鲜的土鸡 它的食材也很好 用来煲汤也特别好 谢谢 哇,100周年荣誉出品 嗨,大家欢迎来到我的辣妈厨房 我是Lisa 今天这一期的辣妈厨房很特别 因为我们请了一位 我们的好邻居 也是我们身边的厨神 Tony大厨 哈喽 因为Tony哥之前也在广东生活了很多年 所以他对于这个葱油鸡的做法非常的娴熟 所以我们把它升级了一下黑松露葱油鸡 听起来就更高端了 我们先请Tony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道菜的要点吧 这道菜我有两部分 还有我们的黑松露呢 黑松露,对我来打黑松露 一部分呢是鸡的部分 鸡食材要好 那么第二部分呢是调料部分 其实主要的就是两部分 那鸡呢我们是用了这个白贴鸡的这种鸡 就是选择肉质要好 对,要出零肥也不能瘦 然后呢煮出来之后呢就是要比较Q弹的 皮肤还得要好 对 所以呢就选鸡是特别重要的 要选走壁国籍 然后呢那个质量比较好的 吃起来的时候比较弹嫩的 对,那现在呢就是买到的鸡 现在水清洗 清洗完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放入冰水中泡一泡 然后泡个20分钟左右吧 先泡个冷水浴 对 泡的目的是让这个鸡肉本身 更加的白净一些 同时也可以在泡的过程中 有些小的细毛啊什么的 可以再清理一下 第二部分就是调料部分 调料部分主要用的就是 葱油鸡嘛 听起来就是先熬一些葱油 嗯葱油 熬好葱油之后 鸡拌在一起 还有黑松露 还在一起 然后整个这道 就是需要的 包括葱姜 还有这个红葱头 还有青花椒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这个黑松露 这个Travel BlackTravel 我推荐这一款啊 因为这个呢 是我在意大利的超市买的 我吃过很多款 我就觉得这款的味道 我是非常喜欢 然后很香的黑松露的味道 然后我们还会用到 真的好香啊 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碗 这些熬出油的调料 先切很多 特别像他们做鱼生啊做什么 我就挺欣赏他们做菜的 是 因为他要求那个食物的本分嘛 嗯 所以就不能够 就定能切可能干扰的机会 啊 所以他在做菜的时候 会不断的清理他的台面 对 整把他的刀啊 他的台面啊 都干净利落 非常整洁 对 因为不只是用的整洁吧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 让一些味道 现在水烧开了是吧 嗯 水开了 我可以轻易加 过程一定要是开那儿滚 哦 就开那儿滚 不能把关锅干 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嗯 这个就是要保持机的韧 所以一定不能盖杆 哦 对 从水滚了之后 那边滚 要计时多长时间 大概20分钟左右 哦 这好像泡温泉之前还得先把身上给过个水 对 三字 好像它马上就捧起来了 饱满起来了 对 对 对 就比较饱满了 肉质就饱满了 对 然后我们就 把它放进去 看温度下不下来 哎呀 这个温度大概是要82度左右 哦 现在就开始小火 对 这个火大小呢 如果没有 如果我们有那个温度计 差一点点来 还可以量一下 对 如果没有温度 温度计呢 我们就看那个水的泡泡 那就像那个 钓鱼的时候一堂的那个水 鱼在泡一样 嗯 就是 大概隔几秒钟 吐一次泡 啊 最要那个能够就是 比较新鲜的温度成了 好 现在开始熬葱油 对 那我们放的东西就是 葱 然后 蒜 啊 那么还有呢 啊 我们的红红豆 嗯 油要放多少 油放多少 整个东西没过吗 不用 哦 不用 三分之一 半斤的油 嗯 把干水 先看一下 现在 现在有点少 这个要弄多少时间呢 这个葱油 嗯 炭火 我现在用的是小火 然后 我觉得5分钟 等8分钟吧 嗯 因为不同家的那个柔子的火 嗯 那这个待会儿这些葱 这些要把它全部拿出来吗 对 嗯 就只是用油 来拌 有洋葱 啊 有葱丝 还有生菜 嗯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 啊 先装盘了 这是用来拌丝的辣料 哦 先把这些香菜和洋葱 是新鲜的 直接放到这个 葱丝 香菜 好 现在时间到 这个葱油呢 到这种颜色就已经 差不多了 准备好了 给关火了 给关火了 还有没有血水 哦 一只鸡放一勺盐 是吧 我看一下这勺子多大 不用扔的 这个料做捞面是特别好的 哦 哦 对对对 葱油捞面 哎呀太好了 这个就这个扎水 不要扔 哎 你也想吃吗 好 这边我们的鸡要出炉了 鸡 在这边用泡水 然后再准备一个 木桶冰水 淋一点点香油 给这个鸡按摩一下 好 然后再用手 把这个油本 它揉进去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鸡就给撕了 白鸡鸡的煮法 嗯 肉本身很滑嫩 但同时呢 里边是有微微的血色的 那现在这个色彩 就是ok了 哦 就是它不老 接下来是到了 我们最关键的时刻了 这个要把travel 这个最重点的一个调料 跟那个鸡拌在一起 哇哦 好香哦 太香了 哇哦 嗯 太香了 嗯 嗯 嗯 这蛋了好好吃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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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鸡皮 谢谢你 那好不好吃